2013年一部致敬无间道的韩国电影《新世界》横空出世 也让无数人见识到了瘦巴巴的老爷们和电梯战神 而2020年的今天 两位男主角再次合作 并领席主演了这部新作《从邪恶当中拯救我》 又名《魔鬼对决》 试之乃是一位日本东京的朝鲜裔黑帮大佬 平日里可没少做欺男霸女的事情 然而这一天他终于到了要为此赎罪的日子 试之发现负责保护自己的几位小弟全都离奇残刺 刀口舔起了他立马就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可即便是百般小心 下一刻他还是被一位伪装成功能的杀手直接勒死 伪装杀手铁丝雷人 来者正是刺杀地的好手杀手47 不开玩笑了 来人换作阿仁 乃是一位在东京多年的朝鲜一杀手 他能有今日这般身手全都有赖于当年的韩国政府 原来他曾经是韩国秘密培训的特工 后来因为组织被媒体暴露 继而被政府直接解散 而为了消除这些特工曾经所做过的事情 更是不惜想要将他们全部灭口 好在阿仁及时察觉 方才能够在老上司的帮助之下逃亡日本 临行前也只是和女友匆匆告别 便一人流亡海外 与他来讲自己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技能 故而多年以来只能以杀人为生 不过他早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故而和杀手中介商量好 这一次刺杀黑帮大佬乃是自己的最后一单 至于未来到底去往哪里 他也一直拿不定主意 直到偶然间在居酒屋看到了一幅画作 故而对此心生向往 他悲逆为在日本发生的一切 都会永远留在日本 可谁想在这位黑帮大佬的葬礼上 却出现了一位神秘人 对方换作雷 从小与这黑帮大佬一起长大 可谓是青铜手足 在得知对方被杀手杀死过后 近几日一直在东京闹得是鸡犬不宁 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位神秘杀手 为兄长报仇 只是谁又能够想到 此时一个女孩的出现 将二人的命运奇迹一般的抱在了一起 话说 当年二人离开韩国时 自己的女友已然怀孕 如今他已然带着出生的女儿 来到了泰国的曼谷 并定居一次 可谁能想到天有不测风云 已经是家境殷实的女友 却突遭狠祸 这一日 女儿竟然被一位华人女佣 绑架之后扬长而去 快走 别丑烟了 草 这韩国电影又开始黑我们华人了 然而对方将女儿绑架之后 却迟迟不打勒索电话 甚至让警方都无计可施 直到有一位和女友交好的房产中介 打来电话 表示愿意帮忙私聊此事 可谁想 女友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多日过后 正准备前往巴拿马的阿仁接到老上司的电话 昔日女友已经离起身亡 匆匆赶回韩国的阿仁 这才从老上司的口中得知 自己竟然还有一位女儿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为了尽到一位做父亲的责任 还是为了完成女友的遗愿 他决定亲自前往泰国 无论如何都要将此事查个究竟 在老上司的安排之下 阿仁就这样独自一人去往了泰国 而另一遍 雷在东京疯狂的举动 已然引起了杀手中介的警惕 他赶紧打电话提醒阿仁 谁想通话途中 便被雷安排的手下撞成重伤生情 在雷那堪称残暴的屠夫手段逼供之下 杀手中介很快便突入了阿仁的身份 以及其先前去往韩国的消息 这雷又赶紧赶到韩国 虽然说晚了阿仁一步 但丧心病狂的他 却直接找到了阿仁的老上司 并逼问出了其去往泰国的消息 此时的阿仁也刚刚到达了泰国曼谷 并通过现前老上司所联系的中间人 打听到了消息 原来此地有一位专门 跟韩国人同胞韭菜的房地产中介 对方先是去物色家境殷实的韩国人 然后以投资房产的名义接近对方 在确定其银行有充足的现金过后 先是收买保姆绑架对方的孩子 再借此将对方钱财全都细节一空 既然有了嫌疑对象 剩下的事情阿仁便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他轻易的便将这房地产中介制服 对方虽然一开始还死不承认 可在阿仁的逼供手段之下 很快便一五一十全都找了出来 更是表示 那孩子如今也被当初的保姆带去直接杀死 阿仁此次前来早已经做好打算 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当晚就赶去了保姆家中 幸而易举便将夫妇俩制服 以他的手段逼迫两人说出实话自是不难 可出乎意料的就是 保姆并没有将女儿杀死 而是为了贪图钱财 转手直接卖给了一位人贩子 阿仁将此事赶紧就告诉了老上司 帮自己安排的那位街头人 对方一听就知道此事并不简单 那人贩子可不是普通人 他俩是曼谷此地势力之下的黑王头目 更是垄断了这里的毒品市场 而人贩子要做的 更是人体器官买卖这样的不伦交易 如今一只事狂玩不得 不过既然已经来了泰国 那自然要先去看一看这里的本地特色 变形人表演 其实看表演是假 找身为变形人的小姨帮忙才是真 街头人给出了主意 花钱聘请小姨作为阿仁的翻译 两人伪装成买价 以便找到这伙人贩子的巢穴 就在阿仁等人在计划救出孩子的时候 另一边的雷也来到了万古 为了希望此次前来能够心想事成 他还特意穿上了自己前大哥 丁青的花衬衫 在本地黑帮的帮助下 对方也锁定到了帮们的位置 并希望邀请他到屋内详坛 谁想一进去 几个大汉就为了上来 明显是想大汉迷离一番 本地的帮会竟然会这么不讲规矩 这雷也话不多说 提起短刀就冲了上去 那一刻他仿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继承了韩国的光荣传统 电梯战神 沿边战神 厕所战神 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从今天开始 他花神山战神 即将荣登新战神的宝座 这雷试杀成现的举动 让身边唯一存活的泰国小混混 也吓得魂不附体 赶紧答应会尽力帮他寻找线索 到了第二天 变形人小姨和阿仁相处的并不愉快 不过在知道对方是孩子丢失过后 同样为人父母的小姨也颇为同情 决心为他帮忙 只是谁想 这人贩子团伙极为机敏 巢穴藏得极深 特意派车来接他们前往孩子 所谓关押之地 阿仁自是不再犹豫 拉着小姨就上了车 来到人贩子巢穴过后 之力果然囚禁着多个被绑架的孩子 只是任凭阿仁四处寻找 还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女儿 疑问之下方才得知女儿早已被他人预约 如今早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见到这里阿仁自是不肯死心 甚至还趁着人贩子的马虎 直接就撬开了房门 幸好有一个喜欢踢足球的男孩表示 女孩极有可能已经被带往了浪亚欧 有了明确的目标 阿仁反而能够镇定了下来 谁想就在此时一尊杀神冲了进来 静静一看 正是前来爆出的雷 阿仁自知对方绝对不好对付 当即让小姨和男孩先行撤离 自己则一个人留下来点后 此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雷每每出招全都毫不留情 仿佛是在质问对方 你为什么要送我一块假的老历史 不过阿仁深知 如今大丢女儿才是当务之急 自是不愿与这雷做过度的纠缠 出准时机赶紧便逃离此地 而刚刚逃出此地的小姨 却不幸被警察抓住 原来警察知道这边有人迟到行凶 便匆忙赶了过来 一差阳错之下 倒是正好将囚禁在此的孩子们 全部都解救了出来 倒是苦了小姨被扣押过后 因为失去自由 短短喜天更是长出胡子 而为了能够尽早离开此地 也为了警方能够堵持公道 他便叫阿仁准备去往浪亚欧之时 与警方和盘托出 另一边的雷也没有闲着 他直接来到一家武器店 二话不说便将守护员打晕 并趁机给自己装备了不少的武器 第二天阿仁开车来到浪亚欧 这里不仅是人贩子做手术的地方 同时更是黑帮毒贩的制毒工厂 阿仁自知对方守在基地里 一定是一手难攻 于是他便守住待兔 正好等到对方要开车 送女儿去往手术室 阿仁当即便驱车追赶 谁想半路里又杀出了雷这顿杀神 装备了冲锋枪的他 更是将阿仁完全压制 一时之间只剩下招架之地 可人算不如天算 恰好此时得到消息的警方 和特种部队也已经改到 这阿仁和雷到底谁才是凶徒 他们也是不得而知 可雷这一身的武器装备 却实在容不得警方忽视 当即便将之围困起来 双方展开了猛烈交火过后 阿仁反倒是因此丢了机会 抛下交战的双方 独自一人前去拯救女儿 总算是赶在手术执行之前 顺利杀到 二话没说 骑枪便将这些惨绝人寰的 黑医生与护士全部击杀 将女儿救下之后 阿仁草草处理了自己的伤口 如今他要做的 就是带着女儿离开泰国 赶紧又联系上了先行的街头人 对方也是毫不含糊 赶紧就给他安排了新的酒店 和偷渡路线 而这两日 从人翻走窝点 到毒品工厂 相机被曝光 大毒枭可谓是选之惨重 他嘱咐了长期以来 接受自己贿赂的泰国警方 而他们务必要赶紧抓获老师的二人 谁想说草草草草草 雷竟然自己一个人 绑着手雷就冲了进来 在这里 他们二人预定一起合作 共同杀死二人 至于二人再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注入街头人提供的酒店过后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了小姨 除了给其汇报成功找回女儿的好消息 同时也是希望其能前来 不过此时的小姨发现 黑帮正在四处搜寻自己 一时陷入恐慌的她 已经不知所措 而这边的二人刚刚安顺好女儿 偷渡集团的舌头便打来电话 邀请其在20分钟之后进行见面 由于二人担心女儿安危 只能临时拜托前来的幼儿医生 照顾孩子 自己则第一时间去往集市上的 偷渡集团窝点安排后续事宜 可谁想等她回到宾馆时 才发现四周已然不见了天罗地网 原来雷自从和当地黑帮毒贩合作之后 第一时间便查出了先前帮助阿仁的接头人 并严刑拷打出了宾馆的地址 此时救女星期的阿仁 依然顾不了那么多 昔日的电梯战神 凭借自己一己之力 从一楼就奋力冲杀上来 只是杀入客房时的阿仁 早已然没了动力 被雷一伙人轻松制服 如今仇人就在眼前 要亲自首认仇人 为此她甚至不惜开枪 将泰国的黑帮成员全部击毙 随后又收买了剩下两人 为她将阿仁带走 自己则一人将孩子装入箱子 单独离开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在停车场里 众人巧遇小依 虽然说小依天性懦弱 一个女孩子 面对两个标情大汉只是恐惧不已 但一个敢对自己狠的男人 那战斗力可是无限的 当即一脚油门便撞上了 关押阿仁的车子 并成功将之救出 或许到阿仁 此时最关心的贬值机的女儿 二话不说 便追着雷的汽车拼命奔去 当地的街道 狭窄又拥堵 总算让阿仁及时追了上去 拼杀当中 阿仁由于先前受伤 体力上早定是大不如前 关键时刻 直接就引爆了雷之前 所放在车中的手雷 强烈的冲击波 将整个车子掀翻 而雷与阿仁都险些运动过去 好在深处性地上的女儿 倒是毫发无损 关键时刻 小一上前将女儿抱起 躲到一旁 望着女儿离别的身影 已经在黑暗与邪恶当中 沉沦中间的阿仁终于解脱 面对雷再次发起的猛攻 为了赎罪 也为了保护女儿日后的周全 阿仁不假思索 拉开了手里的隐信 自此 这对相爱相关的兄弟俩 全部葬身于泰国街头 而小一则带着孩子 来到了阿仁先前的储藏柜 在那里 小一发现了价值数十万的美金 以及那去网巴拿马的资料 同时还有一盘来自阿仁的录音 她自知 自己极有可能无法活到最后 固然希望小一能够带着女儿 前往巴拿马 展开新的生活 其实自从2013年 新世界面世 无数影迷就在期待着 这两位瘦瓦瓦的老爷们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再次合作推出续集 甚至大家一度担心 这么拖下去 两人的身体 在续集里 还能否拍摄那些动作戏 都是一个问题 如今 续集虽然是遥遥无期 可两人再次合作新电影 总算是来了 新型的同好都不然发现 导演故意设计了 两位男主互相致敬的桥段 比如阿仁在湖边接电话 听着中介蒋树雷的出场时 那场景与新世界里 李正在刚刚出场时 那是一模一样 而他出场之后的那一身白西装 与新世界里 黄正明的机场初次登场 也是类似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总是会误以为 这是给新世界 和两位欧巴 所特意拍的粉丝像大电影 虽然说 两位国民级韩国男演员的演戏 自知无快挑剔 达到的过程也着实很是卖力气 只是可惜最大的缺点 就在编剧身上 可以说 这部电影里剧情的漏洞颇多 许多地方 都有些难以自言其说 这雷的吸血举动 或许还可以用 角色本身的神经质来解释 可阿仁的诸多行为 就很难让人理解 比如当他抓住女人贩子的时候 逼问自己女儿下落 竟然不是先问女儿的位置 而是先问女儿要去做什么手术 这似乎更像是一部 纯粹的商界动作片 相对扁平的故事线 似乎也很早就可以推远出 日后的走向 不得不说 这是这部作品的一大遗憾 要知道 当年的新世界 正是靠着故事性 才能够引起无数人的热爱 大概是新世界 过于深入人心的关系 当你看到雷拼命 去追看二人的时候 不禁就想问一句 你难道是在怪他 送了你一块假的老力士吗 我是树林秀木 感谢你想得与我一起 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